今天我来展示一下Costco的这些排骨 我买回家之后是如何整备的 前两天去逛Costco的时候 正好发现它排骨客价了 虽然其实我家里冰箱挺满的情况下 还是咬牙买了吧 因为毕竟最近20兄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能省一点算一点 然后这里我介绍一下我准备的工具了 砧板一个 然后一把剁刀 一把鞋刀 一个大盆 由于我今天展示的是在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岛上面 所以的话我这里准备了一个挡板 以免那些汁水到处飞 然后这里还有两样神秘的配料 我等一下公布 然后从这一买就买两条 一条先割到一边 一般Costco买这种排骨会比我们华超买的排骨 它修起来已经会干净了不少 我们可以摸到 其实这部分是一个实体的骨头 然后去到这边就是一个带脆骨的 然后这脆骨吧 我一般喜欢把这个地方切下来 因为带脆骨这部分你拿来蒸排骨啥的 是咬不动的 所以这部分我喜欢拿来煮汤 然后你摸到这边的话 又是比较瘦肉多了 这边就基本上没排骨 喜欢单独剔下来 甚至拿来炒肉片啥的都比较好 金排这部分我会单独切下来 会有两个不同长度的一个处理 我们先用切刀将它分一分 你直接摸一摸到脆骨和真正骨头的那个连接处 你就基本上粘着那个连接处 我们先把脆骨部分全部剔下来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侧面看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做那种齿枝排骨那种小排类的菜式的话 我们尽量挑这种骨头是圆的 然后这种骨头相对扁平的 我喜欢拿来做中排 炖或者是拿来焖之类的 会相对好吃一点 所以的话我们基本上以这个作为一个区分点 调的排骨基本上我们就分成四块了 以为这两个无论是做成小排还是中排 我都得剁 所以我先割到一边 我先把能切的尽量都切掉了 你看脆骨部分 你基本上可以在它脆骨和脆骨之间的那个间隙下刀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种麻将块 切好的脆骨我们先割到那个盆里面 然后这是中排的位置 只要要剁东西 我就先拿一个遮挡布 我尽量不挡镜头 这样的话大家能看得见 先和骨头跟骨头之间先切开 切成这样一条一条 剁其实没啥 就是要点劲 一来你要有一把剁刀 二来的话 剁的话一定要把受力点放到你刀这 最靠近你自己的地方 就这里接触到肉的骨头的这里 就是这样的下刀 这样的话一气呵成不要有回刀 这样的话你那个碎骨的可能性是最低的 然后另外一个你剁的话一定要把排骨 本来你排骨是这样的 立起来 要让它受力 直接受力在那个砧板上 不要有任何的缓冲 这样的话可以把你的力最大化的压到你的骨头上面 然后一刀剁 我展示一下 一开始第一下可能也会出现不够力的情况下 这个骨头这里很硬 所以的话有时候你一刀下去 未必能剁得开 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在砧板上再一敲就搞定了 这样出来的这个切口处就是很平整的 看看 再来到小排这个部分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切的小块一点 然后这个小排的话就相对好一点 基本上切到一个指节左右的厚度就可以了 小排的话尽量我喜欢这个尺寸 小排的部分我现在已经切好了 我也割到盆里面 同样的方法我把另外一边也处理一下 好现在我基本上分了三拨了 这里就是捏脆骨的 然后也有一些偷偷脚脚这个边角料 这个边角料基本上是瘦肉 我就整一片现在不切它了 到我实际要用的时候我再自己改刀 然后这是中排区 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那种长骨头一分二或者一分三 就看你自己个人喜欢了 我这里是大概是一分三左右的一个中排 它的骨是椭圆形或者是扁平的 然后对应的肉会相对来说比较厚 所以它这种蒸的话不如拿来炸或者拿来烧 好吃 这里就是小排部分我就是切到这样 指节的一个厚度 因为我个人来说的话 无论是做蒜香骨成皮骨这一类或者是蒸排骨 我都喜欢用这种小排 你也要知道现在华人超市这种小排的话 都卖到七刀到八刀一磅了 所以的话在Costco买这种排骨 一整排买回来 自己剁一剁的话还是非常划算的 接下来因为我还有一个自己家的处理方式 所以的话我就全部割到同一个盆里 我们先放点盐 因为这个盐不是用来直接吃的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用那些比较贵的盐 教班可以去韩国超市买它那种 拿来烟泡菜的那种粗盐 你看很粗的 耍那么一把下去 因为这个我们只是拿来泡排骨 然后这个就是我说的秘密补器 Baking Soda 有一点家具常识的都不会陌生了 也是相当于撒撒一点下去 这两个让这样放下去的话 主要的好处就是一来是洗掉了排骨的腥骚气 二来的话可以让排骨的肉质更加的软化 我再加一点水 如果小伙伴也可以 你把三种排骨分成三个碗来装 因为这我就为了省事了 我就直接三个排骨全部放一块 然后水能没过它就可以 粗盐和Baking Soda都会划到水里面就可以 冬天的话就很方便 我直接把它放车户里面泡它一晚上 如果夏天的话就要放冰箱里面放一晚上 转头的话我就把那水倒了 然后再洗一遍 然后就可以分袋装了 非常方便 今天关于排骨的整备就那么多 如果小伙伴喜欢这一类视频的话 不妨留言告诉我 如果我件反响好的话 Costco的每一样肉类的话 我可能买回来都会拍一个类似的视频 小伙伴不妨留言区里告诉我 比心